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克兹尔石窟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承县 穆扎特河东岸断崖上 它是古秋辞地区石窟中规模最大 开凿时代最早 保存壁画面积最多的一处石窟群 1997年一毕业 苗立辉就来到克兹尔石窟研究所 从事新疆佛教考古和艺术的研究工作 时至今日 苗立辉已成为克兹尔石窟研究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 克兹尔石窟所代表的秋辞石窟艺术 既是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媒介 也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克兹尔石窟可壁画艺术 是我工作的一个对象 我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 我要认真地记录它 阐释和发掘它 它就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 已经无所谓工作还是生活 它的保护 研究 弘扬 越来越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 奋斗的目标 克兹尔石窟现遗存洞窟总数349个 壁画面积近4000平方米 2000多年前 古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艺术 在这里陷后交融 留下无数珍贵的遗迹遗存 壁画中的人物造型 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 无不吸引着苗栗灰 你看它这线粗细一样 非常有弹性 从内到外逐渐地变淡或者逐渐地变浓 这使得这个画面就有这种立体的效果 颜色的使用你发现没有 它主要是蓝绿为主 是显得非常的肃穆 人物的造型呢 它额头比较宽 五官比较巨重 这种造型呢 就使得秋辞人呢 已经用他本地人来做模特了 就实际上就是佛教艺术在发展中 或者艺术本土化的时候一个必然的经历 除了日常研究工作 苗栗灰还编著了图像极其意义 秋辞石窟佛像化研究 不可错过的克兹尔等六部著作 用图文并茂的方式 向世人阐释克兹尔石窟艺术 通过这样一种就是通俗读物的形式 图文相结合呢 也是希望呢 把这个秋辞文化中所隐含的 这个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 佛教中国化 以及多元文明慧萃的这样一种史实 向大众去宣传宣讲 作为丝绸之路中 承载多元文化融合 佛教传播的历史典范 克兹尔石窟尽管早已满目疮痍 但其跨文化的可研究性 仍旧为当今世界文化艺术发展 带来了重要启示 在苗里辉看来 通过对克兹尔石窟的研究 不仅能了解到古人的生产生活状态 同时也为当今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它蕴含着丰富的 首先就是科学文化和历史价值 印证各民族之间 在不断的交流交融中 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仪式 此外就是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 世界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互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 也可以提供良好的借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造